期末考試的話,大概的流程就是這樣子 那基本上呢,我會給你的東西打開來之後,也許旁邊有個問題 那會有這個畫面,反正你將來這邊就幫我做出這個畫面我要的 結果就OK了,所以將來這些題目的話,我會 把這個題目檔,將來也是放雲端,你們下載完之後就不要再做一些其他,比如上網看資料,然後也 所以不要,隨身碟可能要拔起來 OK,然後呢,最後做完之後,也是會有個絞交的動作 但是記得啦,我這邊要求就是說,盡量我們是採那個比較公平啦,而且比較 盡量不要做一些 這個舞弊的行為啦,因為至少我覺得 每個人都是拿到,你多努力多少你就會有多少分數 那 所以喔,而且每個檔案啦,你什麼時候做的幾點幾分,都會有記錄在的 而且你使用哪一台電腦,他會幫你記錄在檔案裡面 所以如果你要,像之前有同學喔,就是 拿舊的檔案,或什麼方式啦,反正就是不好的行為 被我知道了,反正你就一律零分嘛 就是你是,因為那個不應該是那個時間存的檔案 可是你卻用了另外一個檔案交給我,那當然我一定會知道的 OK,所以喔 千萬不要以聲示法 千萬不要以為別人都不知道,其實你做了一些不好的行為 好,盡量回去就多努力啦,反正你有多努力多少,我們就給你多少分數 盡量是一個,比較是公平的情況下 OK 我想這也是大家追求的啦 不要像以前,就很久我們那個年代,都是走後門的很多 對不對 就是你想要,你很努力的人,不見得你有機會 那你 你有機會的人,可能多半都是你是尋私的,或者是尋一些不好的 那當然就不是好的現象 OK 好,那再來的話呢,我們就是來講一下,這一題的就是問卷調查01 打開原始檔 那你可以再開那個 問卷調查的02那一題 那個問卷調查01,02 其實02這個部分就是你可以看到,最後完成的 他應該從B欄到後面的O欄,應該是要長這樣子 就是上面的名稱 都應該要出現 那可是這個名稱在哪邊呢 其實這個名稱呢,基本上就在這個 問卷裡面 比如說A1就是男 A2就是女 那可是呢,通常喔 但是你會想說,那為什麼他這麼麻煩喔 他為什麼要用那個 用編號的方式去代替那個名 很簡單嘛 如果你同樣的資料量 假如說你是放這麼長的資料 跟這麼短的資料 比起來儲存的 空間大小 其實就差很多 當然如果說你資料量少還感覺不到 可是如果你資料量非常大 幾百萬幾千萬筆的話 那乾脆我存 編號 會省掉 很多的空間 那也就是因為這樣關係喔 很多那個外面 你可以資料庫有沒有 其實裡面存的 都會是編號 那如果說你將來的你要把裡面實際上存的資料 帶過來的話 通常還是會有一個轉換的過程 那這個是不可避免的 OK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第一個啦 你原來的資料量這麼大 有沒有,每一個每一個這麼多 那如果你把它用編號的話 哇,那省下非常多的空間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執行的效率也會差非常多 因為如果說 你今天像什麼 104人力銀行 那個都幾百萬 上千萬的人力資料好了 那如果說你今天要把 這麼幾千萬人的資料 從資料庫裡面帶過來 那假設啦 這個都是這些文字資料的話 你可能要 找一個東西回來 哇,你可能要等很久 那為什麼他可以瞬間 有沒有,你輸入 比如說 現在你們也可以找一下 104人力銀行 未來如果你想從事相關的行業 需要哪些技能 你可以先知道 如果你要進某些公司 他會有一些條件要求 你要會什麼樣的技能 才有辦法進去 你也可以 自己才會查一下 那 那 這個地方的話就是 我如果用 那個 這個這個 編號代替的話 那會省掉很多 但問題來了 這邊是編號 那我怎麼快速的把它 恢復成名稱 這個就問題的點 所以 怎麼做比較簡單的 第一個 我們上一題是直接在 比如說 性別 可能就是這邊按右鍵 插入一欄 對不對 然後這個叫 也是性別名稱 然後再把它查 也是OK 可是會有個問題 就是說 它的欄數非常多 那如果說你到P欄 反正到歐欄 那你就會一直一直一直往下 那欄數 所以 不建議你這樣做 所以我們換個方法 幹脆怎麼樣 幹脆呢 你就是 另外再把問卷調查 複製一個 複製一個 按Ctrl鍵 拖拉加Ctrl鍵 把這個 問卷調查2 拿這個來 做查詢 也就是問卷調查 原來是編號 問卷調查2 它 把裡面的東西 刪除 Ctrl Shift向右 Ctrl Shift向下 按Delete 這樣就OK了 游標放 記得放B2 Ctrl Shift向右向下 就是把它清除 這個好像前面有講過 然後呢 再來做什麼呢 就是根據前面 這個的同樣位置 是不是 只是不同工作表 但位置一模一樣 那我做什麼呢 把這個 去 這邊 幫我把性別查出來 所以 第一個 但是問題後面有很多很多的名稱 而且上面藍位名稱 那你想說如果說 上面的名稱如果也可以對應到 這個名稱 那我們前面講過說 如果說我們跨工作表 第一個 你可以利用 插入函數裡面的那個 檢視與參照 V入函數 這個前面講過 那會有 四個問題 他問你第一個問題 請問你要查什麼 我要查 那個邊 我的什麼呢 這個同樣位置的 所以切到前面 問卷調查 金探號 的 這個 B2的位置 意思是說 我要查的東西 在前一個工作表 的 同樣位置 一樣是B2 第二個他問你說 那你要 查的對照表在哪裡 那你就切到名 清單裡面的這個範圍 好 那第三個問題 那請問一下 你要查的是把這個清單裡面 就是根據比對他比對一定是比第一欄 那請問你要 第一欄如果找到 同樣的東西的時候 那請問你要把第幾欄的東西帶回來 我們要第二欄 那比對方式要不要完全一樣 要完全一樣 就零 那如果你要找接近就一啦 這個我前面都講過 OK好 那做完之後的話你就按確定 不過會有個問題啦 確定之後當你向下填滿一定會出錯 為什麼 因為呢 這個地方還有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這個清單的範圍 你向下填滿的時候不能改變 因為他這個 只要是什麼A2啦 B3 向下填滿他的列號 就是後面這個數字會幫你加1 為了避免不要讓他變動 我們可以把這個按F4 把它怎麼樣按確定 就鎖起來 你就把它向下填滿 這樣就OK了 那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說我叫年齡怎麼做 其實年齡也一樣 再插入一下 來檢視與參照 V的函數 然後找什麼 找前面一個工作表的這個 然後去哪邊找 去清單裡面的這個範圍找 找第幾欄呢 找第二欄 比對方是零 我感覺好像有些地方好像 不斷在重複 但這邊要鎖起來 F4 確定 向下填滿 藍寬不足你就點兩下 他就藍寬 就幫你調一樣 點兩下就自動調一下 OK 那一樣教育程度 職業 年收入 一直到後面 總共你要查詢 總共 好像14欄 那你 這樣也是可以做完 可是 有沒有方式可以幫他效率更好 一定是可以的 只是怎麼做 我讓請各位先試一下 第一個 先把這個複製一個 OK 第一個沒問題 第二個的話呢 利用這個v-r欄數幫我做 查詢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一題的話就是說 因為 他欄數太多 所以我們就複製一個 一模一樣的工作表 那等於是說 前面是變成編號 後面的話呢 變成說 我們要查完的那個真實的名稱 就幫我把他帶過來 這樣的話兩邊可以比對 最後如果你可以要利用這個做樞紐分析表 分析什麼 分析哪些年齡的人 他比較喜歡 買哪些雜 哪一類的雜誌 OK 或者年齡 性別 教育程度 職業 月收入 等等的 其實都是一個 大家想要調查的對象 那其實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先試一下 謝謝